這次的黑客廠叫做亞太營運黑客廠 但是明明其實沒什麼意思啦 就是台灣戰後歷史上面的重大事件 我們就把它派去拿來當黑客廠的名字 那這次我們大概平均大概兩個月左右 辦一次大型的黑客廠 那這次剛好適逢全世界的open data date 全世界聯合起來辦了一個黑客廠 所以這個週末其實在世界上有大概260個地方 同時在做所謂開放資料跟公民參與 這些使用科技去改變社會的平客廠 所以我們也就響應這個時間 那這個每一年的open data date 開放資料日是什麼定的呢 其實它是一個黑箱的過程 就是一群常常在舉辦活動的人 今年來聽日子比較好 那所以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呢 因為其實去年我們沒有響應這個活動 是因為它在我們的農業年的時候發生了 所以國外的朋友就非常惡玩 說我們怎麼可以把這個 這麼重要的日子排在人家放假的時候 就沒辦法 在台灣或者是在香港 就沒有人可以響應了 那所以我們今年就其實 滿早就開始敲時間了 就是說到底要再三月呢 還是要再晚一點呢 因為日本人說三月的時候 他們那個政府要這個計算年度要結束 非常非常的忙 之類之類的 所以總之最後就是敲定這個時間 就是今天 那所以 如果你在Twitter上面去找ODD2016的話 會找到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今天各地有很多演講 很多黑客送 那所以我們也是全世界這樣子的一個 串聯的活動之一 好 那大家剛剛在這個報道的時候 應該有看過很多這個可愛的小貼紙 那其實它就是我們的技能貼紙 那在黑客送的時候 因為其實是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agenda 只是今天想做什麼事情 是由大家來提案 來說 我想做什麼 有沒有人想要一起幫忙做 那所以我們會需要大家知道說 你旁邊的人還有什麼技能 所以你可以隨時把它抓過來說 欸它是寫文字 那我可以把它裝出來 幫我們先專案介紹 好 那 馬克帕為什麼你的 圈圈上面全部都是技能貼紙 喔 不是耶 連解度不夠好喔 我花了 對 它這個全部都圓形的 有沒有 好 那剛才邦卡有講到說 就是說 我們有兩個大型的貼紙 就是新菜者跟這個大石的貼紙 那所以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 然後你覺得 不知道他到底在搞什麼 然後好像每個人都自己在保持 也沒有要理我的話 那你可以就是貼這個貼紙 然後 hopefully 這個大石的貼紙的人 就會注意到你非常的以往 就會去幫你引導到食物旁邊去聊天 那今天會有很多食物 食物就是一個開始聊天的好方法 那所以如果你是來好幾次的朋友呢 歡迎你去拿這個大石的貼紙 然後 有一些很簡單的SOB 就是說你看到很茫然的人呢 就去跟他聊天 介紹 那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把他引導到食物旁邊去 食物旁邊比較容易開始聊天 然後不要不會那麼害羞 好 好 那 一個種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這個idea 是大家一起提供出來 一起把它完成出來的 那所以提案其實是有很多 一些小秘訣的 那 我們大概從2012年底開始到現在 已經有這個天啊 算不出來三點多的時間了 好 那其實你會發現有些提案它會一直出現 好 那可能它就有一點點進展 有一點點進展 有些提案可能出現一陣子 可能沒有進展 可能就消失了 好 那所以這個提案其實是有很多這個秘訣的 就是 其實很重要的是 剛才Paul仔有講到license 就是我們 這個提案如果它是一個公共的東西的話 那大家會願意contribute 好 那你如果最後要拿去做商業 或是拿去什麼 也都沒有關係 但是一開始這個東西 一定是要是開放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contribute 每一個人都可以把成果拿去應用 這樣子大家可能會有同意想要參與 那 訴求很清楚的 知道你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那通常大家想解決的問題都非常非常大 好 那最好是把它切成很小一塊 我們先解決這一個 然後可能它就有一點點進展 那越明確的問題是 越容易找到 可能有些人 有些可能是工程師 它可能就是兩月會出現在黑客送一次 它可能有一天的時間去試圖解決 社會上大家遇到的 可以用技術去解決的問題 那越明確越好 對 越明確越小的東西 其實越容易讓人家上手 好 那G00它不是一個 接案團體 或是一個公司 或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社群 所以它 就是它並不適合說 你跑來說 欸你們就是可不可以做什麼什麼 沒有你們這件事情 就是這是我們 好 就是你進來就是我們 好 那所以通常就是說 希望大家 就是說 其實是你自己想完成的一件事情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反正我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做了 那有沒有人要幫忙一起做 好 我可能我可以先寫 一些markup 或者先寫一些 我覺得可以怎麼處理事情的 那有技術能力的人 有文字能力的人 或是怎麼樣的人 就可以一起一起做起來 一起把事情完成 好 那在其實全世界的 不只是開放資料社群 就是這個CVTAC的社群 或是Open Source的社群 其實大家都還蠻強調說 希望營造一個安全的空間 就是說 我們就是針對事情去討論 好 那因為 在台灣可能 應該怎麼說呢 應該政治還蠻尖銳的 或者是說 有一些 可能常常大家 不 應該怎麼做 不 不小心 就有一些 可能以前就留下來的一些偏見 或是 或是可能會 逐漸變成歧視的一個行為 我們就盡量避免 好 那如果是第一次來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在黑客松初心者這邊 有一個余慧守則 今天的流程是 早上 我們會有三分鐘的提案 那剛剛看了一下 大概有 將近十五個提案 每一個提案有三分鐘的時間 來Present說 你想要完成什麼 你已經做到哪裡了 現在需要什麼方法 好 小細也會幫忙計時 對不對 所以 計時到剩下一分鐘的時候 你會聽到一個音效 然後 到時間到了時候 你就會聽到一個 更 手動的音效 好 然後我們就會請你 請你下來 好 但是這個時間是 就是每個人就是三分鐘 好 但是之後 你要三分鐘要做的事情 就是引起大家興趣 因為之後在吃吃喝的時間的時候 就會有人去找你討論 好 然後你待會就可以佔據一個桌子 拿一個立牌說 我現在這個桌子在做什麼事情 可能就會有人加入 好 那到傍晚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五分鐘的成果發表 那一天的時間 其實有時候可以做滿足事情 有時候可能只是釐清了問題的本質 或者是把它更 narrow down 成好幾個不同的小子問題 那所以就是到 傍晚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 找一個人到處去問 說大家也不要 present 那同樣 present 也是填寫在這個 專案列表的這個 spreadsheet 下面 那今天下午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四個短講的時間 那目前已經登記了三個 每一個短講是八分鐘的時間 從兩 應該是兩點吧 兩點的時候開始 那 歡迎大家有什麼 比較想要深入分享的話 可以登記 現在還有一個機會 好嗎 就是兩點的時候 那 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食物 所以非常感謝食物主 食物主在哪裡 非常感謝 訪生食物主在忙 所以 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請大家做好廚餘跟垃圾分類 那到時候 那個垃圾桶那一區 會有一個sample 就是把各種 同樣的餐具疊在一起 所以請大家就是 按照那個疊法 就繼續把它疊下去 好 那黑客宗的經費 其實都是由大家支援的 那 就是 外面會有一個捐款項 所以如果你覺得 想要支持這樣活動 繼續搬下去 每一次的活動 大概主要都是食物的費用 因為場地是有資訊所來提供贊助 所以 一次的費用大概 就是大概差不多兩萬塊左右 所以都是靠大家支持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 覺得不錯 可以有支持 那 其實我們之前有做咖啡包 但我今天 早上太急了 就忘記拿了 可能看中午有沒有離心去拿一下 好 那就是 因為到了中午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 就是有點晃生了 對不對 就需要咖啡 那所以這個 這個是之前 固定大大幫忙做的 GDV Branding的咖啡 所以 應該等一下會出現 hopefully 好 那所以非常感謝資訊所 跟食物組 跟大家的參加 那我想 我的開場就到這邊 然後我們就 從 就是今天的這個 專案登記開始 好 那所以 大家有使用網路 這邊有網路的話 需要用那個 ASGaster自己去註冊一下 那 只要clickthrough就好 直接登記一個帳號就可以用了 好 那我們就請 這個 我們 瞬間把移動到這邊好了 好不好 所以大家可以做鬆一點 然後 把 邀請你也把這個 關機收起來 好